歡迎收看九九才推出一集的東橋Vlog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東橋如果在東京沒有拍片的一天會做什麼事情咧 那我們就來假設就是維恩還住在東京 然後我們的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那我們兩個平常的興趣就是看相機 因為相機是我們的身材工具 然後我們對相機的規格就是要求很高 希望能夠拍出很好的就是影片 所以我們兩個阿宅今天就來到了電器的那個 神聖的電坦秋葉原 然後通常我們都會去逛一下就是 有什麼新的相機啊設備等等的 然後就是只能看不能買這樣子 對啊 這家店是什麼 秋葉原的Yodobashi 我們剛剛在那個店裡面看了好多好多新款的相機 看了之後真的每一台都想買 但是呢 因為錢不夠所以真的是沒有辦法買 所以希望業配可以多一點進來 我們就可以買新的器材 但是雖然說器材很重要 可是我們在之前 BOB買這台相機之前用了那台比較便宜的相機 也是創作了非常多 口碑很好的佳作 所以其實我覺得 回歸到創作還是這裡是什麼樣子 就是頭髮啦 頭髮真的啊 對對對 頭髮要漂亮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走路走的身後有一台什麼高收入的那個車子的廣告啊 那其實就是 蠻特別的 然後他就是會徵求女生去那邊做一些不用太多勞力可是薪水很高的工作 哦 要試試看吧 我應該美貌還不到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往上野的方向走 然後看路上有沒有什麼咖啡店可以坐著休息一下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就是 包伯跟偉恩啊 在路上走路的時候每次都會聊什麼話題呢 我們基本上不講話 就是浩角相機 對 不講話對不對 很安靜對不對 三句話都不理工作 而且 嘖 我覺得有時候蠻妙就是 比起我們在一個地方開會 嗯 更多時候靈感啊 或者是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或拍攝相關 反而很多是在就是邊走邊討論的時候聊出來的 更可能更有創意或者是更更有趣這樣 我們現在背後來到了牛蛋店 那大家是不是會很容易覺得說我們Vlog裡面都在扭扭蛋 對啊 但有時候其實是為了節目效果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觀眾很多很喜歡就是扭蛋 所以我們會進去故意扭一下 但其實我們平常就是兩個人在走路來聊天的時候 或是出去外面玩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去扭扭蛋 然後本身其實對扭蛋也沒有說很大的興趣 所以說實在話 而且扭蛋其實是一個蠻貴的嗜好這樣 對啊 我們之前有一次好像拍十幾個吧 對啊 然後就已經是花了就是台幣兩三千塊 對啊 那把這個錢省下來的話 做其他事情的話 就是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而且那一集的扭蛋拍完 我後來在東京搬家走 我全丟了 對啊 是有點浪費 沒有要買但是還是也可以看一下 對啊 看一下有什麼好玩的新扭蛋 對啊 它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標語啊 就是寫說就算你扭到一樣的扭蛋也不會退錢 這不是常識嗎 對老外來說不是常識 對有些外國人可能覺得說 欸這一樣的我不想要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變英文腔 很愛演 你家會很愛演嗎 不是 那我們看看相機 看看扭蛋店 然後什麼都會有買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因為我是拿鐵狂人 所以呢 接下來就要去找一家咖啡廳 我們拿鐵狂 去 贏 坐 剛剛我們有介紹女生版高收入 剛剛這台車就是男生版的 好像我的風 我的風 對啊 你剛剛說你最喜歡的縣是日比古縣 對啊 第一個因為我以前坐在日比古縣 所以有我的縣 就是了不起 然後第二個 沒有啊 第二個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日比古縣上 cover到超多超條的 像上夜啊 銀座 六本木 秋葉園 對不對 還有舊的主地市場 對 等等 所以其實可以去參考我們 還有中木黑 對 和比獸 光偉這些 你去參考一下我們舊的那個日比古縣 我們知道這一條線真的是 浮屑可擊 非常推薦大家 來達成日比古縣 我剛剛在跟我N聊天的時候 我們講到就是如果你有一個超能力的話 那 今天如果你有一個超能力 我想要什麼樣的超能力 要什麼樣的超能力 對 隱形十秒 隱形十秒 我總覺得好像 不太好 沒事 沒事 我可能想要瞬間轉移 那瞬間轉移再隱形十秒 好像也不錯 對 可以去一間地方嗎 如果啊 就是你今天是自己一個人的 來的話 在東京的話 那你會來營作這種地方嗎 會 因為我以前住三之輪 對 所以我基本上出門都在日比古縣活動 好 所以我要嘛去上 也不然就來營作吃吃東西 吃東西 那會吃什麼東西 自己一個人 我在這邊應該頂多就是 喝杯咖啡吧 好 但你會特別去挑一間 就是還不錯的咖啡店來喝 還是就是喝一些連鎖 有味噌那種 如果我特別來營作 可能會找比較有特色 但我應該不會在營作吃飯 因為這邊的餐廳都很fancy 一個人有點尷尬 真的真的 那我們來營作 除了買咖啡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目的呢 要去Apple 要去蘋果 因為我的手機昨天死機 它就是畫面 一直有一個蘋果的logo 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是一個 完全沒有手機 沒有smartphone的生活 他可能是想要提醒你說 你用的是蘋果的手機啦 對對對 希望你要記得這件事 okokok 不要忘記目望初衷 對目望初衷 我要討厭這個詞 我真的很討厭這個詞 對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初衷是什麼 對對對 我們的初衷可能是賺大錢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修手機啦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修手機啦 來 請問一下東京9月底的天氣是怎樣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蠻悶熱的 對啊 今天因為早上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現在天氣跟台灣有點像 不過我覺得平均來講 晚上還蠻涼爽 那我們來幫大家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每次大家在看我們影片推出的時候 有時候天氣熱的時候穿外套 然後有時候天氣冷的時候是穿短袖 因為我們現在做法比較像Discovery 對對對 就是我們的影片其實是 每次出來的時候拍好大概幾個月的份 然後呢我在 呃 台灣 然後Bob當然在這邊也會消化 陸續消化一點 所以每次可能 呃 時間順序上都不太一定 對 但是重點是如果 看到我們的影片說天氣是怎樣的話 通常是不準的 所以請大家就是自己查一下 請來指向預報 好 剛剛有綠燈了 哇這卡接的不錯 結尾 請問你現在手機狀態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一個Apple Logo 非常有品牌的一個概念 對啊 其實我想說就是如果這手機救不好的話 我想要把它掛在家裡的哪裡 然後它隨時有一個Apple Logo 在那邊 晚上那邊亮還蠻酷的 那你還要供電給它 還要供電給它 就要接一個這個行動店員 一年電費三百多萬這樣 對對對 好我們去修手機吧 Yeah 請問你看Apple Store的人潮有什麼心得 我想說手機可能不用修 只是拿去垃圾處理一下會比較快 你去裡面贈給有緣人好了 對對對 給你給你給你 這個Display還不錯 超爆多人 結局如何 要等一個小時 因為我要它的Genius Bar 問一些就是關於我的產品的問題 壞掉的問題 但是它跟我說要等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咧 就只要找個咖啡店喝喝 然後等一個一小時再回來 Giniius Bar吧 我們沒什麼閒時間可以挑 就是好好喝的咖啡店 怎麼辦呢 隨便找一家啦 Cops 這家店呢是以什麼為文名呢 Colino Aice Mont Blanc 哎唷 你的日文不錯 Aice Mont Blanc Aice Mont Blanc 你最愛吃的 我最...我還好 現在在查這家店的評價 看看是高分才是第一分 對 雖然已經進來是沒什麼特別意 但是職業病還是想要查一下 我現在找不到我的Tabelloku這個APP 你有下載Tabelloku這個APP嗎 當然啦 我是東京走著下來 其實還不錯啊 有3.34然後100多個人評價 栗子 Mont Blanc 下到 我是栗子口味的百貴 Puffet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阿卡龍 喔 好甜喔 但是不是很例外 蠻喜歡的 我覺得栗子的部分是OK 但是它 下面這個是有點像糖霜做成的餅乾 我覺得太甜 我不是很喜歡 我們去找我們的手機啦 對啊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個Puffet吃起來有點 有點膩 剛剛店蠻普的 所以 不是特別推 而且它沒有很便宜 對啊 有點小貴 對啊 剛剛Bubble發生什麼狀況 簡單來說就是要換Display 然後是2萬3 日幣左右吧 但如果打開來發現裡面有受潮或其他的情況 要更換可能要4萬多 就決定要放棄 對 所以我並不是很開心 所以我不想錄我自己 所以記得iPhone不要再到浴室去聽音樂 對 它可以防水不代表它真的可以防水 對 所以我們還是證明說Apple的東西很容易換掉 對 來來來 噢 噠 那我們現在大概要等到 在音樂桌等到幾點呢 晚上8點 對 晚上8點她就會跟我說 我到底是可以換Display 還是不能換Display 欸但是 喔 對對她說如果換好的話 她就會直接給我 然後我就直接給她錢 那如果就是說受潮的話 那我就不要換 也就是說我到8點來的時候 就是說 喔你不能換了 就走了這樣子 希望大家看我們的影片不要覺得無聊 因為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家常 所以我們在等手機的那兩個小時要做什麼 找個地方坐著休息 那我們現在要到Hibia Midtown的頂樓 就在那邊看看夜景啊 坐著休息一下 我們這邊兩年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天東京下了四年難得一見的大雪 然後我們兩個是腳又濕又冷 然後凍江然後積雪 然後那個暴風雪是大到就是 我們傘是這樣反過來直著撐 然後就覺得人生已經沒有希望 手繳那個賣活財的小女孩 然後我們就進這家百貨公司奪選 順便吃晚餐 然後那天我們就吃了這個長期長棒麵 然後我們吃了之後是覺得 是我們吃過最溫暖人間最溫情的一道料理 對對對 我們的後方是TOKYO Midtown Hibia 上去休息看風景喔 休息之後呢我們要去吃晚餐囉 今天晚上吃什麼 我最愛的Shake Shack YES 就是維恩人生第一次的Shake Shack 好像就是在這邊對不對 對啊 那時候我還有生活 你還有生活 你還有人生對不對 你還有娛樂對不對 那時候好像還沒拍東橋 完全還沒拍吧 應該說是 對那時候我們在幫另外一個頻道 拍攝一天 然後那時候好像也是我第一 前幾次跟Hester見面 我印象中 對啊 對應該是第二次 第二次 應該是來東京前半年 然後那一次就是吃到這個漢堡 我也是驚為天人 就想說原來漢堡還有這個格式這個滋味這個模樣 東橋吃了非常非常多的漢堡 然後百名店也吃了很多 但是那維恩心中的第一名 永遠是這家對不對 對 而且他本身在怎麼講 東京也是吃過算無數的漢堡 因為他也很愛吃漢堡 對對對 我相信雖然這個是連鎖 可是在你心中應該也 應該有前三名 對啊 真的非常的推薦 而且吃起來方便 你別太需要排隊 然後就是點了菜 就坐在外面 然後東西就來 這樣子 其實是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像那個湯咖哩 羅吉拉跟這個是 不管你們問我們幾次 我們永遠都會第一個想到 然後想要推薦給你們的料理 而且每次維恩飛來東京的時候 他就會 我就會幫他就是盡早 就是趕快就是安排一天去吃 來吃湯咖哩 對有點像觀光客會去吃滷肉飯 跟珍珠奶茶 對對對 所以應該是說 Shake Shack 然後湯咖哩 然後如果我們要 要求更快的話 就是吃GoGo Curry 就這幾個是我們必吃的料理 來跟大家 introduce我的 Wayne Shake Shack Set 好 就是這個 Smoke Shack OK 它是有加那個 Chili Sauce 然後這個是 Cheese Fries Small Cheese Fries 還有這個 必喝的 Root Beer Root Beer 就有點像沙士一樣的東西 其實它是麥根沙士的意思 對對對 所以它是沒有酒精的 超棒的 讚 換你介紹一下你的博旋必點 博旋必點 其實也沒有必點 我每次來Shake Shack 都是點不同的口味的東西 那我今天點這個是 因為今天有點飢餓 這是 Shack Stack 然後這是Root Beer 然後我點 Regular Size Cheese Fries Wow Fantastic Fantastic baby Root Beer 我真的超愛吃的 好爽好爽好爽 對 少數可以跟可口可樂 皮底的 Root Beer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可樂只喝可口可樂 白飾我覺得 Sucks 你喝得出來 白飾可樂 喝得出來 有一個很明顯的味道的差異 我的話則是 有白飾可以選 的話我會選白飾可樂 剛剛可口可樂 我也愛喝 就是說如果我能夠比起來 後面喜歡白飾可樂 I drink something you suck at Well 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 所以 Alright With the Learn Voice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的英文頻道 對 歡迎追蹤TOKYO GOGO English 對 阿包英文 對阿包英文 不好吧 聽起來快快 阿包英文 阿尾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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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哥英文 吃完之後要怎麼樣 回收 吃完之後是希望我今天最後一次去蘋果 我今天已經去了三次了 拜託給我一些消息 對不對 而且我們的那個景點已經用完了 再不有一個結果我們就要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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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呢 剛剛就是折騰了一下 就是我們在換了一次手機 之後 就是換了那個Display之後 整個手機還是不能用 然後他就是那個 裡面的客人 就是GENIOR 他直接幫我換一台全新的 就是iPhone 8 Plus 那我覺得就是 雖然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就是又不能用 然後大概花了一點時間 在那邊等 但是我覺得整個服務讓人家感覺 非常好 因為拿來新的手機 然後他的電源服務態度 就很容易說對不起 然後很感謝 然後跟我們聊天 我覺得呢 就是 雖然等了一下下 但是Apple的服務品質 我覺得還不錯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VLOG 我是Bobbo 我是雯 大家下次見 快 快 送你 走 GO 好 那我們就先 我們就走到那邊的時候 就亂講好了 就想說 我會提到就是說 我們兩個都還蠻喜歡相機 看相機 因為這是我們的身材功能 然後也是我們的興趣 這樣子 所以那你就可以記得說 那我們的第一站 就會到秋衛園 這樣子 嗯 好 欸785 還在錄啊 然後偶爾聊一些 就是AV女優 哪個漂亮的 對 那如果你一回頭相機 真的已經完全不見了 那你一回頭相機 真的已經完全不見了